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周曉廷 今天請到李澤成老師來跟大家聊聊 老師好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老師大家都知道你報股很厲害 其實當沖你也很厲害 我是喜歡做期貨交易 因為當沖的期貨的手機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比較prefer在這個 比較認得在期貨的當沖 不過當沖看得很準 對沒錯 所以很多的 所以當沖結果就兩極化 剛才講說有些說15次都賠錢的餐配 有些投資朋友他就是在 因為疫情很嚴重 他沒有上班 他就去練習當沖 也許他在這個居家在家裡的時候 就在靠當沖來賺他的生活費用 那也是蠻厲害的 對對對 所以說當沖就是越沖 有的人越做會越順手 那有些人越做越不順 所以這都要看每個人的 自己對當沖的一些感覺 好其實我覺得當沖跟個性有關係 對沒錯 好如果你的個性不適合算了 我們就還是不要好了 對當沖如果你是一個 等一下會講說你是一個比較容易猶豫的人 那你沒有辦法裹掘下決定 你就完全不適合做當沖了 好 對所以他要有一個交易性格 那有些人交易性格是他有 他天真是有 他就喜歡這個進出很平凡 勇敢的進勇敢的出 然後他錯一點點 他砍掉他覺得沒關係 他就說先把錢收回來 那這在當沖很重要 好下一次再來 對因為我們怕當沖沒有沖好變大跌 流倉大賠或是這個 最後收盤錢不夠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適合做當沖 那這種這個真正當沖性格 他是他很果決 他可以忍受一點點小虧損就趕快走 可是他可以去賺大 然後因為現在當沖的手機率又便宜 另外那個當沖又減半 然後有些人還有退佣 所以他做當沖的時候 他其實他每天這樣做 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些 投資朋友每天可以賺個一萬兩萬 很規律你有看到這種人 你看一個月這樣下來 對可是他賺一兩萬的話 一天的 我看那個成交量大概是五百萬到一千萬 所以賺的算很少 可是因為他覺得他有退佣 加上這個一點點的小窩裡 賺個兩三毛就跑了 所以他也覺得他過得蠻快樂的 所以每個人的這個 對當沖的這個應對是不一樣 或他的這個最後的結果也不一樣 那有些人當沖喜歡這個政府很大的 他張數不用太多 一張可能就賺個五趴八趴 有的人就有這個做法 他很穩定 可是有人單沖就是一兩毛 所以這完全看自己對盤中波動 我們講說盤中波 細微波動的時候 他自己的敏感度 我們叫當沖 當沖很簡單就是說 你在價格低的時候 你去買它 然後在拉薩的時候把它賣掉 那就是先買後賣 這是一種方法 另一種就是有的時候 就是股價一開盤開很高 你把它賣掉之後 然後下跌的時候把它補來 就是賣高補低 然後當天高平 所以當沖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個當嘎的動作 不流倉 但一買一買之間做交易 所以有些同事朋友 他是每天覺得說 最後收盤的時候都沒有股票 他就看今天損益賺多少 就很單純 所以收盤都盡量把它平常掉 所以老師建議不流倉 因為當沖的目的就是不流倉 那我們比較忌諱的就是說 你當沖變賠錢流倉 那就失去當沖的目的了 當沖就是希望今天收盤的時候 所有的股票都結清了 然後看今天的損益 那如果流倉就是你要承擔明天漲跌的風險 通常我會流倉都是這個 一般投資人不是賺錢流倉 都是賠錢的時候流倉 對 跟人家有的高手流倉是他賺錢之後呢 他衝上去之後本來想當沖 可是感覺會拉到漲停 他就不沖了 變成流倉 搞不好就做一個大波段的思維 所以高手在做當沖的流倉 跟這個散戶做當沖流倉 是完全 大概是不同的情境 不一樣的思維 高手流倉是因為我流倉 對我未來的這個獲利幫助 對所以他就流了 那散戶一般流倉是因為沒賣掉 套牢了 對等明後天萬一上來再處理 很多人玩當沖是因為我沒有這麼多賢金 但是要流倉的時候就更慘了 對所以說流倉有時候就會說 不夠錢就違約交割啊 或是給親戚朋友掉錢 所以這種情形蠻多的 對心理壓力就很大 對因為越急反而會越做得越不好 對所以我們在做當沖的時候 都會跟這個投資朋友說 如果你真的做不順的話 有壓力那就是你的當沖在盤中的量太多了 也許你一次只能當沖三張 可是你沖了六張或十張 所以你要把量降一下 那心理一旦平和的話呢 你就比較客觀會去看這個盤中的波動 該買還該買 心平氣和任性 對就是過量了 因為太想賺錢所以壓得很重 聽人家講當中要很大的量去玩 才會賺很多錢 其實不見得 對要看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度 也許你只適合盤中做兩三張當沖 你就做了十張二十張 當然容易虧損 OK 因為那個壓力太大了 而且你要等到收盤前軋平 有時候盤中就急得不得了 所以如果沒上去你就想亂賣通了 在今年啦 可能因為股市真的很熱 從去年到今年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所謂的股市小白 那他也衝 對 像去年的這個上半年 衝升級股衝很兇 下半年就是衝電子 那今年大概上半年都衝航運加鋼鐵 所以這個是每一個階段 都是一堆人在熱衝 當衝這個強制股 因為強制股有量嘛 所以說這個 這個就是主流股已經是衝來衝去的 這沒有辦法 所以看這個當衝的模式 你看主要市場上 目前當衝有兩種模式 第一個就是完全手中沒有庫存的人 他就是今天是今天是幣 所以今天買了就先把他衝掉 不管是先買後賣 或是先賣後買 他就是手上沒有庫存做當中 反正今天就結束了 對 第二種就是手中有部位 手中有部位的話 就是我今天手上有一檔股票 那我們今天來衝一衝 比如說我有一張電子股 我明天就看說高我就賣低就買 或是這個低買高賣 可是有時候低買高賣 慢慢就被洗掉了 對所以當衝有可能這個 用庫存來做有可能被洗掉 所以你看我們在當衝的話 兩種模式 第一個是手中無庫存當衝 一種叫支券戶領 就融資買進融券賣出 那一種叫做現股當衝 現股當衝就是手就會減半 所以目前大概是股票是兩種當衝模式 另外的話呢 那個剛才講的說 有人做期貨當衝 常常賠了那麼多次 他做期貨當衝 另外還有做這個選擇權當衝 所以這是目前主要當衝的這個 這個幾種模式 其實坦白講多頭市場確實當衝 你要真的衝得很差也不容易 真的嗎 對對對 就是基本上因為多頭是 理論上就是往上漲 所以你真的很倒楣就是說 多頭股票假設 多上通常十個交易日 可能有一兩天會跌 你可能有七八天當衝都是贏 你就在那一兩天會賠 那你心理就做好這個建設就好 總是有賺有賠 對我的勝率大概就是八成 那蠻多的 那你看長期的應該就是會賺 那不要每天去算輸贏 就長期 如果你每次衝的量都一張 假設一張當衝的話 你十天可以贏八天 那輸兩天 你總結算還是在六天 所以不要每一天那麼心驚膽 對你就知道當衝大概就是多頭 我會十天贏八天 那空頭倒過來 如果空頭市場你做多的話 你大概就是可以八天贏兩天 你就很慘了 那當然當衝也是有他的優缺點 對不對 沒錯 像當衝的這個優點 這個幾乎沒有本錢 尤其我們知道現在的 因為去年台灣的這個經濟 因為內需比較不好 所以又碰到經濟的疫情 所以有些人基本上來講 他就會想說 我既然沒有上班沒有工作 我可不可以去當衝 然後去上很多的課 或看很多的網路文章 看人家怎麼做當中來練看看 自學 所以他幾乎沒有本錢 因為就是嘎掉就好 其實有點買空賣空 對開信用 不過他要先開信用交易戶 開個融資融卷戶才能嘎掉 所以第一個他的優點是 幾乎沒有本錢 第二個呢 反正我今天嘎掉 我會不管明天這個市場是大漲大跌 或是晚上沒有股市會不會大跌 他就不用去承擔這個隔夜的風險 持有風險 缺點就是趨勢太短 所以你看你賺到這一點點 再怎麼會做一天就幾個百分點而已 你不會像有些人真的是台灣的航海王 有些年輕人 他從去年報到今年 那航海王看起來那個對賬單就是 哇 數字很大 就報到這幾百趴 所以當衝不太可能有幾百趴 他就是這個幾個百分點在輸贏而已 所以他的這趨勢太短 所以他的只能賺到有限的獲利 所以有些人就是積少成多 他也覺得蠻快樂的 那第二個缺點就是速度太快 所以得心太重的人 或是個容易猶豫的人 因為他的買點可能一下就來了 這幾分鐘你要做決定 或是他的賣點就幾分鐘 最好的賣點在那裡 如果你在那邊想半天的人 你大概買點賣點都過了 那就不適合說當中了 因為得心太重的人說 真的下去說當中 第一個他想太多 他該買的時候不買 該賣的時候不賣 他就會留單 或是價格跑到更猶豫的 所以搞不好最後是虧損的 好所以就不要進入到這個市場 對就是個性 自己的個性自己知道 對所以每個投資朋友都很理性 知道自己的個性適不適合 好那看到出錯率比較高 出錯率就是 因為譬如說 我們講個簡單就很簡單 像台灣現在的這個主流股 今年來都是貨櫃航運 對 那你如果貨櫃航運 買的抱的不動 你很輕鬆嘛 是 你不太容易出錯 因為這個是大方向 不會有問題 對 可是你每天要衝的話 你就不知道會跌停漲停的 可是我們做當中的人 喜歡做短線 所以說短線一定要有這個 適合他的個性 或他本身就不在做長線 那做長線的人 有的賺賺賺很多 所以股票市場 這都是一個工具而已 有好有壞 要看他自己的選擇 當中要做得好 一定要有基本功 還有一個SOB 所以有些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比較適合說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短線上 當中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幾個策略 第一個就是開盤前你要先看新聞 譬如說像我們台灣人喜歡做航運的股 當中 當中量很大 所以你開盤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國際的新聞 像 而且上網上去看這個 像全球第一大航商 馬斯基的收盤價 還有第四大航商 像我們台灣比較知道 中原海空的收盤價 如果它是大漲的 隔天如果你要衝它的話 衝這些貨櫃航運的股票 早上殺低的時候 你應該站在買方比較容易獲利 可是如果當天它是大跌的時候 你早上的話做多 你家裡就會賠錢 所以可能會先賣再買 因為你是做當充 所以你盤前一定要看這個 不管是鋼鐵航運電子 或是塑化綁織 你都要看一下新聞 所以當中的人早上都會看新聞 現在這個新聞取得很容易 所以就花一點時間 第二個你要順著大盤的趨勢交易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說 在大多頭的時候 10天有8天是漲 2年會跌 所以你這時候做多是很容易 你要強勢的股票 你買再賣 你如果時間大概都會 有7 8天 所以因為大盤是往上漲的 所以你要順著大盤的趨勢往上做 可是如果大盤是明顯 譬如說破月線翻空的時候 已經再往下了 對你如果這時候是先買再賣 你就容易賠錢 應該先賣再買 所以你要順著大盤多空交易 順勢 所以這是第二個你要順著大盤的趨勢 第三個你當中標題量一定要大 你不能挑個冷門股 最後衝下去 結果盤中都沒有交頭 或是要賣的時候 就是發覺他就只有壓根低地賣 一般你就卡在那裡 賣不掉 所以為什麼說 為什麼主流股大家衝得很兇 因為好進好出 不怕賣不掉 不管是散戶 那個中石戶都愛衝個大量的股票 因為好進好出 所以我們挑選標題要找這個大量的股票 你才好進出 而且波動也會大 另外第四個就是你找盤就要出手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很重要 高手都這麼說 第四個最重要就是找盤 因為就講高手 因為大家不可能說 我當中因為當中是1點半收盤 我不可能12點才進去做當中 比較好做都是9點半前就要出手 通常不會到10點以後再出手 都9點半出手 等到10點就算了 對10點除非他在9點半之後又壓低 壓到10點才見低點才會去出手 不然正常都是在9點半決定買跟賣 所以等下會有這個例子來做說明 好所以半個小時的時間看好快很準 對 如果你想太多 那可能你就不太適合 所以通常就是9點半左右前後就會出手 這個時間點 那再來看到剛剛老師也講到了 航運衝得很兇 對 譬如說我們看這是航運股的一個指標股 你看這是一天的走勢 這叫江波圖 這個好可怕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就知道說 譬如說這是前一天的收盤價 早上9點半開高 如果你要當沖的話 應該不會說離漲期盤 在這麼一點點距離就要手漲這邊半 所以要嘛就不做了 可是如果想先賣後買的人 因為你開這麼高 你大概就會這邊就會先賣了 然後跌下來再回補 那當沖的話呢 你看這是開盤早盤 對所以這個時間點對不對 早盤早盤通常就是9點到10點 可是最好的應該都在9點半前後 所以我們所謂的早盤是9點到10點 那尾盤 尾盤是什麼 尾盤就是10點半到1點半 所以最後一個小時 所以你看早盤跟收盤 其實它是兩極化 所以我們在出所做當沖的 如果你今天覺得這個股價 你想先賣再買 那你在早盤的時候去賣它 不會在尾盤中場的時候才賣它 因為你看利潤也高 你看如果跌5個小時跟只跌1個小時 你要賺價差 當然這邊也可以當沖沒錯 可是這邊只有1個小時的波動 這邊是5個多小時的波動 5個小時當然會波動比較大 1個小時當然只有1點小一個 所以我們真的在做當沖的時候 都是早盤就出手 剛才講說很多人做當沖 他不知道其實早上就要出手 就第一個小時 所以他做得很亂 就是因為有的睡到中午才會爬起來 所以我要做當沖 這樣子就賣虎了 對還有剛才講說 你看這是一天的盤 一天總可能沖15次 像剛才講那個長龍期望 對 它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這樣沖來沖 其實就8來8幾左右8 其實他如果做做做空 一次如果做錯 今天就休息 你現在做 因為你在做的話 其實越來收盤就越來風 越來越壓力 時間壓力越來越大 而且你看他好價格在這邊 如果他不管是漲或是跌 你早盤出手就夠了 你在這邊還一次出手 就是已經沒好價了 而且空間也小 所以當然會連續8 因為有心理壓力 所以那個就是做法 可能有一點問題就是說 不要從頭衝到尾 就早盤出手就好 早起了你要有蟲吃 還有就是如果不對了 就不要執著了 被關緊閉的股票 跟各位投資朋友說明說 剛才也講了說 有些股票是不會被關緊閉的 因為它就是漲得慢 所以它不會碰到 我們這個交易組的一些 這個要提醒投資朋友 去注意的一些規則戰 它就溫溫的 溫溫的漲 溫漲就不太會被警示 因為警示的目的 或是處置的目的是 怕投資人太激情了 然後有風險 讓大家稍微降溫一下 所以你看這些的股票的話 其實你也會發現 它都是今年漲不很大的股票 就是討論度很高 對對對 你漲不大的股票 還不會被警示 好才會被注意到 好來看到呢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很多人對於被關起來 還是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 處置這個制度 是我們交易所 有一個這個制度 我們看它的法案依據 是這個台灣證券交易所 國分有限公司的這個 這邊有個通知注意交易資訊 處置作業要點 講得很拷口 其實就是一個這個注意股票的制度 它的目的各位看 它是為了保護投資人的權益 避免有心人士它操縱股價 使得股價異常飆漲 造成投資人損失 所以它的目的是在保護投資人 不是為了讓股票跌停板 一直跌停板 所以這個目的要先去確認 所以有時候股票漲多 我們主管機關 它會有個監管規則在 就覺得漲太多了 漲太多了 我會讓大家去再評估一下 你要不要去做交易 好冷靜一下 對 好那什麼樣的狀況會被處置呢 連續5個交日或最近10個交日 中有6個交日 或是最近3個10個交日 有10個交日 它被什麼被提醒 它已經漲幅過大了 不斷的被列警示 對它就是要你投資人注意 所以注意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開始處置 好來看到包含了什麼呢 我們這邊也幫大家列了一下 30個營業日收盤漲幅都超過百分之百 對 就是有好幾個規定 這邊大概覺得比較重要的 譬如說連續30個交日 收盤漲幅超過100% 就漲了一倍 它漲幅很大了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另外如果連續6個10個交日 漲幅超過130個百分點 也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還有90個交日 超過了160個百分點 這也要注意 所以可以看強制股 隨便一拉就一倍了 所以很容易就會觸犯這三個之一了 另外還有這個漲跌幅度大 或是周轉率過高 還有一個量爆大 後面這三個也是要注意的 不過現在聽起來 如果你的股票被處置 好像是個好事 因為表示你應該有賺到了 對 處置股票通常都是很強的股票 像一般投資朋友會緊張 就是因為處置的股票 一處置之後 它可能就是會發覺 它的交易就比較麻煩 比較慢 對它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五分鐘分盤 我們講說就是五分鐘交易一次 那這個時候呢 你還可以正常的買賣 就是你只是五分鐘交易一次 就是一樣可以網路下單 一樣可以打電話給營業員交易 可是第二種就是 如果你還漲得夠大 就再來更進一步的 就20分鐘的分盤交易 這時候呢 你就連信用交易都不行了 你就沒辦法自己下單 而且要圈存 就是你要先打電話給營業員說 我今天要買某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如果是100塊是10萬塊 他就要先圈存 圈存一個10萬塊的保證金 在裡面 才可以買股票 因為賣的時候也是要先圈存 圈股票圈一張來 才可以賣掉 增加買賣的困難度 對 都要先打電話 所以20分鐘就很麻煩了 而且他的這個量都有限制 譬如說一天不能買幾張都有限制 所以很多的這個 一般市場比較喜歡做短線的人 一看到這個儲置規定 就到儲置一開始 他就想賣股票了 因為他想做當中 賣不住 他錢卡住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儲置的措施 其實會讓市場降溫 這個貨櫃航運跟賞賞航運 拉上去都很容易被儲置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儲置的話呢 你看他有幾個影響 第一個就是交易面 他買賣數量會有限制 因為他這個人 最多不要一次買10張 那一天不要買超過30張 他就有一些限制了 所以就不能夠有那種一次性的搭檔 對 對於有些這個投資人 他是很麻煩的 另外他的出貨時間延長 就是5分鐘才能交易一次 那有的時候 你在幾漲幾跌的時候 譬如說這5分鐘大盤幾跌 你要賣一次賣不掉 等5分鐘之後 所以就會有一些人 就不太願意去碰這種股票 另外第三個就是說 他的流動性感想說變差了 所以這就是三個其實是一體的 可是對他的股價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因為他還是照著他的趨勢走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很多的股票 不管是鋼鐵股 或是航運股 或是電子股 紛紛被處置 可是你發覺處置結束之後 他還是繼續原來的走勢 如果一個大多頭 其實被處置股票一箱 不是只有這幾支而已 每天我們看那個交易所的資訊 被處置股票都是十幾檔 但大家可能比較熱的這幾檔 所以你只有關注到這幾檔 對 像是鋼鐵 老師提到今年也處置蠻多 對鋼鐵也被處置過 像年初的時候 像銅的個股 另外有熱壓的都有被處置掉 所以說處置其實他也是一直漲 好 那再看完了航海網之外 再來看到還有被處置的滑紙 滑紙前一陣子真的也是漲很多 對 漲很兇 對 所以你看這檔股票是花值 你看他就是處置五分鐘而已 他就不像這麼嚴重 所以看他一處置完 找他一個低點 那漫壓結束他就往上拉了 所以有時候在處置的股票 我們講最主要反應的 還是基神秘密 基肥面如果好的話 處置只是一個 讓市場降溫的動作 他不會影響長期的走勢 好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來幫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處置股 可以看到呢 就像老師講的 處置股真的一樓框 對不對 但是要怎麼選 老師說你去看看 他的如果實力堅強就不用怕 對 最主要是財報 還有本益稍微要看一下 看著覺得本益比不高 然後股價呢 如果未來性還不錯 其實處置就是一個 比較強勢的組織 是值得去留意的 做好功課才不會踩到雷 好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同時也謝謝大家收看 以前同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有CTI小經濟圖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